跑上一部大货车往右切 把在右侧车道的轿车击落 轿车被撞到大横 卡在货车车头前一路推着走 退了近百公尺相当惊险 台中只有货车行进十字路口 和闯红灯的休旅车相撞 货车瞬间侧翻 休旅车也撞到车头冒出烟尘 引擎盖敲开变形 车货现场散落一地 高丽菜 花椰菜 原本统统都要送到自助餐店家 货车女驾驶车货受到惊吓 不发抑郁 幸好他和休旅车驾驶 都没有大碍 而警方和民众大约十人 则赶紧合力将货车扶正 惊险车祸也发生在台中大渡 一部轿车左转 疑似没有注意到执行机车 也是在路口碰撞 机车车头全毁 轮胎更当场奔离 地面上一地血迹 南骑士不断吐血 我说他没牛 他说我没牛 而在彰化园林 则有休旅车停等红灯时 驾驶不断放开刹车 让整台车往前路 几乎都快开到了路中央 而他正后方一名远景 募集全程 休旅车驾驶宛如在测试远景 忍耐度 果不其然远景也不是省油的灯 绿灯一起步 马上鸣笛将休旅车拦下 这个场面让募集者 忍不住放声大笑 明目张胆违规 下场当然就是赤上罚单 记者综合报导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请订阅